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后,海外侨胞支持中国内地的疫情防控工作。 2月1日,菲律宾侨胞从海外募集的N95口罩、医用隔离服等防护物资被送至广东25家医疗机构用于防疫。 据广东省侨新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杨云介绍,疫情发生后,很多海外侨胞联系他们了解物资需求。 这个疫情发生以后,我们很多海外的同胞、侨胞都很关心,也主动联系我们。 那这次就是菲律宾的侨胞,就是说他们很想往广东捐一些物资,那我们说需要。 所以他们就赶快,那是1万个N95口罩,5000件防护服,4000个防目镜。 那第一批货就是昨天下午4点多,到了我们省侨办这里的。 据广东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副处长余力介绍, 此批防护物资将被快速发放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、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、广东省人民医院等25家医院。 像那个物资保障组是提供这些捐证人,捐证的物资规格、型号等等这些物资信息。 然后呢,由卫健委提供各医院的一个需求信息。 然后我们在两间呢,结合呢,然后就把这些物资精准地对接到我们省内这个有需要的这些医院啊,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构。 这样的话呢,就保证我们的物资既快速又精准又依法又科学合规, 确保能够落到实处很快地用到了这个,不囤积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